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它怪并不是因为长得怪 而是这种果子据说有一种神奇的功效 在吃酸味和苦味东西之前呢 如果吃上一口这个果子味道都能变成甜的 那不仅如此 据说它还有很好的养生功效 您听听这个神秘果也太神奇了 不知道是不是当地人夸大其词了呢 这些传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民众镇是个鱼米之乡 水产丰富 同时这里还是水果之乡 气候的炎热 土质的肥沃 让这里盛产许多的热带水果 这条河道纵横密布 很多居民都是临水而居 坐着船出行的我们 看着这里的美景 几乎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 据我们了解 神秘果并不是民众镇家喻户晓的东西 有很多人其实根本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号 更不知它有如此神奇的功效 为了尽快找到这种果子 在当地人的介绍下 我们要去找一位村干部 不知从他那里 我们能否得到一些有关神秘果的讯息 一大早 太阳还没露出头 一群村民已经在鱼塘里忙活了两个小时 这里就是我们要寻找的那位村干部 郭荣华家的鱼塘 这位就是郭荣华 今年28岁 方圆吉里的鱼塘 都是他父亲承包的 除了小郭的工作 全家人都是靠这几个鱼塘为生 你们今天早上几点起来的呀 很早啊 四点钟就起来了 四点钟就起来了 哦 今天打算打多少鱼啊 一万斤左右 一万斤 要打那么多 这池子里有那么多鱼吗 有 有 有差不多两万 但是 蒸到那个碗鱼 就有一万 今天加那个碗鱼 今天那碗鱼就有一万斤 还有那个大头鱼 还有大头鱼 就是从您这鱼 鱼池里面捞出来的鱼 应该是多少钱一斤 要卖的话 十块钱嘛 现在他们收就几块钱嘛 就十块钱一斤 一般多长时间能收一次鱼啊 七个月左右吧 啊 七个月左右 七个月左右才收一次 七个月就收一次 大叔 高兴不 啊 到收鱼的时候高兴不 啊 不 高兴啊 还不高兴啊 高兴 还不理想 还不理想 你打算卖到多少钱算理想 卖多少钱算理想 喜欢卖十二块钱 一斤也差不多 要是涨两块钱是吧 是啊 小郭的父亲 名叫郭曾泉 今年刚满五十岁 以前老郭只是一个 普普通通种地的农民 几年前才开始租鱼塘养鱼 如今他一共有六个鱼塘 每个鱼塘 每个月最少能卖一万斤鱼 按照每斤十元来算 老郭一年的净收入 就能达到五十万 在捞鱼现场 我们发现干活的多数都是中年人 他们大多数都已经年过五旬 不过一桶两百多斤的重量 对他们来说 好像并不是什么问题 大姐你五十岁 大哥呢 六十岁 你二位加起来一百一十岁了 这有多少斤啊 两百三十九 两百三十九 我试试 大爷 你让我自己拍不行 我也来试试 这个两百三十九斤 两个人行不行 等一下 我们编导没干过什么重活 这样的考验对他来说有些为难 咱们再找个壮实的小伙子来试试 大妈和小伙子比拼 看看谁更厉害 我们找了一个壮小伙子 可以试试 小心啊 小心千万腰别伤了 你有对 小心 往下放 你多少斤啊 我一百四 一百四十斤 他们我看已经跑了将近有二十趟了吧 不计了 不止了 有差不多六十趟了 六十趟了 还这么有力气 我这一趟我就有点受不了了 而且他们我看他们从蹲起来 然后再站起来 你看 他们每天都这样站 步履还这么 这么有力的 这要给我少一点 你说这几些大哥大姐赚点钱也不容易啊 是啊 很辛苦的 他们一天就 步过都是两三个小时了 两三个小时 讲到一百块八十块 早上八点捞鱼工作基本结束 未来三天 他们还要赶在太阳升高之前不往捞鱼 因为早上的天气相对凉爽一些 干起活来不担心会中暑 通常一过九点钟 民众镇就会像火炉一样炎热 不光对人 这样的天气对于河里的鱼来说 也是难以忍受的 在他们即将收工的时候 我们赶紧打踏了一下有关神秘果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想打听一下 你们有没有听过神秘果啊 神秘果有啊 有 你听说过 我听说过 我用过 你用过 我吃过 吃过 我听说他吃了它酸的都会变甜 对对对 喝什么酒啊喝什么都是甜的 但是一样会坠的 我吃过 郭大叔吃过吗 我没有吃过 你也还没吃过 我还以为是上岁数的人就知道 好像那个鸡鸡一样的 鸡鸡鸡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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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就长得像鸡鸡一样 对红色的 您儿子吃过 您都没吃过 你没见过 我好像没见过 没见过 本以为这样的传说 上了岁数的人应该知道 没想到正好相反 老郭从未听说过 小郭不但知道 还进口尝过神秘果的味道 这个口感 这个把这个鸡鸡鸡啊 全部都取掉 有这个 有这个工杂 哦 连喝酒的时候 那酒都变甜了 对对对 但是还是会醉 对一样醉的 平时喝一斤的 又可以喝两斤的 可以 但是一样 一样会醉的 那人家有没有告诉你 他吃这个东西 有什么好处啊 又很少 但是又 有很多人要找 可以 富那个肝啊 保护肝的 保护肝这样啊 对 对这个 五加六福 是比较好的 小郭的话 证实了这种神秘果 不是传说 而是真实存在的 而且他还亲自的尝过 确实啊 能让酸的味道 变成甜的 您听他说了 吃了神秘果 连喝的酒 都有一些甜甜的味道 而且我们还听说呀 神秘果原产地 原本是在西非 加纳刚果一带 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周恩来总理到西非 访问的时候 加纳共和国 把神秘果作为国礼 送给了周总理 从此以后 神秘果才开始 在我国栽培 那小郭说了 神秘果可以说是一种 比较稀少的水果 要想找到他 可以试试去问 民众镇的水果大王 梁瑞明 这个人呀 听说是镇上 种植水果规模 最大的人了 而且家里 世代都是果农 有关水果的 所有问题 都可以去问他 看来 我们离神秘果 又近了一步 在司机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水果大王 梁瑞明的果园 不巧的是 主人并不在 只有他的小儿子 梁文昌在果园里 此时 他正忙着 要下园子摘石榴 这样就可以剪了 是吧 留个两三厘米 这怎么看起来 也不像石榴 怎么看起来 就像那个 像梨一样 不像石榴 原产这种 台湾正中番石榴 它是台湾的 台湾的品种 然后种到这边来的 三石榴 这个好像 你看我们之前 那石榴 是那种颜色的 然后直接包开 就是红红的粒 这种是什么样子 这种是可以直接吃的 整个都可以吃的 整个都可以吃的 整个里面的和 连皮 像苹果一样 连皮连肉一起吃 都可以吃 那我现在这个就可以吃了 嗯 这种吃起来 怎么有点像那个 嗯 有点像那种 糯糯的那种 苹果一样 不是那种脆脆的苹果 而是那种软一点的 梁文昌 二十三岁 大学毕业刚一年 学习理工科的他 因为不喜欢 备受约束的上班族生活 回到了农村 跟父母一起做果农 小梁说 现在的生活 比上班时辛苦很多 风吹日晒的 但他干得很自在 也很开心 你是学什么呢 通信 理工科的 通信工程 你现在开始做果农了 因为 不一定 就是 大学出来 怎么都试一下 看看 每个人说 那是你爸逼你的 还是你自己要来的 是我 心甘情愿回来帮手的 心甘情愿 番石榴原产自台湾 也被叫做基石果 您别看它名字很不雅 但论其营养价值 那可是非常的丰富 据当地人说 番石榴对想减肥 和肠胃不好的人群来说 是最为理想的水果 在这炎炎夏日 品尝到这刚摘下来的水果 感觉真是不错 希望我们的编导小丽 千万别忘了此行的目的 我知道你们这有一种 特别神奇的果子 好像是叫神秘果 神秘果 我听说好像是吃了它 这是苦的东西 酸的东西 都能变甜 你听说 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吗 没有 我也没听说过 这是圣女果 圣女果 不是啊 我看就叫 我听说就叫神秘果 就这三个字 我们这有一种叫做 这什么颜色 体异果这种 体异果我也知道了 牛头嘛 既然小梁对神秘果 一无所知 我们只能向她的父亲 寻求帮助了 最后我们在另一个果园里 找到了正在工作的水果大王 梁瑞铭 你好 你好 这就是传说中的火龙果 这个树就是这个样子 对对对对 看起来好像仙人掌 是啊 您是梁大哥吧 是啊 我是梁大哥 您就是当地这个有名的水果大王是吧 听不上听不上 听不上 这个我一直以为 我一直想象不到 这火龙果到底是长什么样的 原来是长这边 这个样子 这怎么有点像仙人掌 它的颗类就是仙人掌的颗类 仙人掌的颗类 红一个颗 你看 这个花好漂亮 这是火龙果花 对 哇 真漂亮 然后这个火龙果是就可以摘的了 对啊 这个可以摘了 这个可以摘了 哇 要不要给你摘一下 可以啊 就是从它根捡一下就行 这好像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对啊对啊 我看你这桶里面 有小的 有这么大的 对啊对啊 有这么大的 还有个这么小的 这么小您就给摘了 有大有少的嘛 那这个还可以长大吧 不可以长大了 它已经红了 熟了 它已经 今天老梁异常的忙碌 因为有客人订了十箱火龙果 急着要货 于是老梁和妻子亲自来果园采摘 现在这一大片地都是您的吗 对啊 一大片地都是我的 160亩左右了 这里 160亩 是啊 是啊 这么大一片 全都种的火龙果 全都种了 那个红肉火龙果 是红肉火龙果 对对对 哎怎么还有红肉的 对啊 那这里面现在我们摘的都是红肉的吗 哎呃 不 这个是白肉 这个是白肉 这些是红肉 这些是红肉 你一看就能看出来 看出来看出来 这个长嘛 这白肉是在哪摘的呀 就是就是 好看这一颗就白肉了 这颗就红肉 就是在 有十颗 十颗红肉就配 配一颗白肉 这一年能能几次啊 一年在 在九次到十次 九次到十次 一年开始 开始 发作用 哦 那有没有计算过 你这一年 大概的红肉果呢 有多少啊 一年啊 嗯 应该有 三千多斤嘛 三四千斤嘛 老梁从父亲那一代开始 就是果农 是民众镇最早一批果农 如今 他把祖业传承下来 并且发扬光大 在他的果园 不但种植着当地的水果品种 还有许多外来品种 这种红肉火龙果 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老梁除了几百亩果园外 还正在修建一个 一千亩的果园 他这个水果大王的称号 更加的名副其实了 这些果实看起来 都能看得 对对对 看见钱一样啊 我现在一筐 差不多 一筐差不多 一千块钱了 哇 这一筐就能卖 一千块钱 一百一斤 八块钱一斤 八百块 哎呦 好重啊 这是八块钱一斤 从您这果园出去 就是八块钱一斤 这个旅客来摘啊 还是人家来拿 都要八块钱一斤 都要八块 对对对 哇 说明它的成本 这个价钱挺高的 价钱挺高 成本挺高嘛 这都是你所谓的红肉是吧 对啊 全部都是红肉 一会我就要跟那个 梁大哥看看 切开看看 这到底这红肉 是什么样子的 关于神秘果的事情 老梁早有听说 并且也吃过 但现在并不是盛产 神秘果的季节 所以老梁打算 吃过中饭后 亲自带我们去 他的几个朋友 那里找一找 离果园不远的地方 就是老梁家的老房子 空闲时 他们都会来这里吃饭 我们也藉此机会 品尝到红肉火龙果的 香甜味道 我们网上吃的火龙果 都是这种的 一切开就是白白的 然后有那个黑色 像小芝麻一样那种的 这叫白肉火龙果 我还第一次看到 这个红肉火龙果 到现在我还有点想象不出来 那个红肉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也不知道 它那个味道 有没有什么区别 我现在赶快跟梁大哥 我们俩把这切开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颜色也太特别了 您看 这是红色的 有点 这颜色也太娇艳了 这就是红肉火龙果 红肉火龙果 我的鼻子红了吗 有一点点 我鼻子也会红 吃起来 你少一起去 好像炸的唇膏一样 是吗 我看看 这样一点 您看 它的那个肉汁就可以达到这个颜色 对对对 这个颜色不会是说像色素那种感觉 没有没有没有 它是天然的维生素 天然的这种植物 植物的维生素 它对人的健康有好好的帮助的 好好的帮助 我特别想尝尝这个味道是什么样的 在老梁看来 红肉火龙果不但口感好 价钱卖得高 而且还比普通白肉火龙果 有更高的营养价值 是他种的所有水果中 最引以为豪的一个 在民众镇这个水果之乡里 吃到丰富美味的水果 是件很平常的事情 不过 您千万不要以为 这里的水果都只有生吃这一种吃法 在新平村 村民们家家都喜欢在菜肴中 放入各种水果 这也是我们曾经听说过的水果店 很可口的 哇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大厨 他要把各种您能想象到的 或者是想象不到的水果 就跟什么排骨啊 卖鱼啊 是吧 还有虾仁啊 都混合在一起 我挺好奇的 这个菜味到底是怎么样 你有信 你等一下吃过就不可以了 或许您会觉得有些刻意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到来 大伙特意把不相干的水果和鱼肉 放在一起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 他们一直喜欢这样的搭配 不但能提高菜肴的鲜甜 又能得到孩子们的喜爱 享受过丰富美味的午餐之后 老梁就带我们寻找神秘果 不知道我们今天能否有幸 见到神秘果的庐山真面目 在老梁的指引下 我们的编导小丽来到一家农家菜馆 听说他家的后院就种有神秘果 这是阴枣树 神秘果现在都没有果 它拍什么 没有果了 什么果怎么拍 已经没果了 这些了 没有果了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神秘果的树 它是红红蓝蓝的 找到树 却没能看到神秘果 这着实让人有点失望 我们此行的探寻之旅 是否就这样结束了呢 对于这点 乡土设置组还是有些不甘心 为了一睹这神奇果子的真容 他们决定再让老梁帮忙试着寻找 几通电话过后 我们驱车二十多分钟 来到了另一个果园 好热 这就大了吗 大了 就在这边吗 不是 这也没有果子 哪有果子 它那果子是长什么颜色 红色的 红色的 好像找红角那么大 红角那么大 这几棵都没有 找找看看 好像都是树叶 这里有 那里有 就是吗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这长得有点像那个 有点像那个红豆似的 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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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红豆大一点 比红豆大一点 我尝尝这什么味儿 嗯 其实它就是有点那个枸杞的味道 是啊 是啊 对对 这个如果在市场上卖的话 得多少钱 这个要五块钱一个 啊 不论斤呢 不论斤 就这么一点点就五块钱 刚才我就把一个五块钱给吃了 对啊 对啊 这就是传说中的神秘果 果然 它跟渔民小郭说的一样 外形上很像我们煲汤所用的枸杞 根据编导的观察 这样一片神秘果树 它的果子全加在一起 估计也倒不了两斤 由于在市场上 五块钱一颗的价格并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 因此愿意种植的人也是越来越少 不过神秘果的神奇能力 确实像传说中那样 可以将酸的食物变甜吗 下面就由我们的编导小栗亲身试掩一下 有一点酸有一点色 我现在吃一个这个 慢慢吃 很甜的 慢慢吃 里面很甜的 嗯 这个菠萝的 好甜啊 就是菠萝的 它们都不同了 我不知道现在吃菠萝是什么一种感觉了 慢慢吃 我嘴里还有那个甜味 你吸啊 你吸啊 嗯 很粉级的 你吸啊 哎这菠萝怎么变这么甜了 哎 刚才就是那一点的色味和那个苦 就是有点发酸的那种的啊 酸苦 酸色味 现在好像没有了 看来这小小的果子真的是个儿小能耐大呀 神秘果我们终于找到了 我们的探寻之旅也告一段落了 不过您可能还会有疑问 为什么神秘果能够化酸为甜呢 根据后来我们查阅的资料所得知啊 神秘果还有一种变味蛋白 又称为神秘果素 这种蛋白本身并不甜 也不能改变食物本身的酸味 但是它能对舌头上的味蕾发生作用 也就是说 当我们吃了酸性食物之后 由于酸味的存在 舌头上的胃细胞结构膜就会改变 此时呢 神秘果素就发挥作用了 产生出了甜味 不过神秘果这种化酸为甜的能力 并不是永久的 它少则半小时 至多两个小时 过了这段时间呢 就会失效 如果您对神秘果感兴趣 不妨也去民众镇试一下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信息 您可以通过访问 央视网三农台来获取更多的农业节目 您也可以登陆我们屏幕下方的 乡土官方微博和我们互动 中国有多期 乡土告诉你 我们下期乡土新风行 再见 你是乡土最热心的观众吗 如果你能回答对本周所有的问题 你将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快快短信参与吧 你就是乡土百世工 千万次的敲打 长时间的感知 看三斤猪肉如何锤炼成21平方米的艳皮 巧妙搭窝筑巢 跳跳鱼自投螺网 烂泥地里还能逃出什么宝贝 黑黑的虫子如何变身百年明小吃 丝丝泥粉里又凝聚了多少人的心情汗水 敬请收看下期乡土新风行之 胡田特色美味 请问下期乡土新风行之